經過 那相對的 這樣的狀況 以打者來講 越徐居然那顆球 若是沒有把它選掉 你硬要強攻 這種所謂形成 內野滾地球的機率就很高 那若形成內野滾地球 若是位置不架多 那形成雙炸的機率 一定少不了 現在輪到 劉家豪 滿磊的一個打擊 這一局確實 如球瓶的觀察強大勝 是很明顯有控球方面的問題 快球也明顯的比較偏多 劉家豪呢 前一次是打鹿鹿的滾地球被刺殺 內野做了一個雙殺的復陣 結果這球打成了一個擦房間外球 球數現在形成了一好一換 生涯呢 劉家豪也打過一支滿冠 十個打數兩支安打 不簡單 這個機會不多 但是還是有打過滿冠 這一棒打成了一個飛球 守得比較淺的情形之下 哇 又要清磊的一個味道了 這時候壘上的三個跑者 全部一個接著一個回來 哇 左外野手跟中外野手 都守得比較淺的情形之下呢 劉家豪呢 打一支清磊的二壘安打 雖然這個球打得不深遠 但是最主要是 一臉上壘包的跑者 他是非常具有速度 哇 這一局像 讓萊明哥呢製造了一個大局 取得了4比0的領先 哇 這個球其實也由上往下掉 沒錯 只能講打著這個球 真的掌握得相當不錯 尤其他設定的擊球點 真的是掌握得非常好 再加上兩位野手 都守得要趨前 但是剛剛以劉家豪呢 就算了 了解